观众朋友想象一下 你的挚爱 而且你最心爱 最尊敬的家人 有一天 他可能突然之间昏倒了 送到医院之后 没想到四天就离开人生 这光想心就非常痛 而最近一人王大陆 大家对他很熟悉 那么这个 我的少女时代当中的男主角 没有想到他自己 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最爱的妈妈就这样离开了他 其实我小时候 也发生过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也有打过架 也有去警察局过 然后我妈妈来看我这样 那我妈当下其实有哭这样 一人王大陆过去谈到 青少年时期叛逆 让妈妈担心 自己也哽咽红了眼眶 然后又觉得 为什么要让我妈那么丢脸这样 我就再跟我妈妈讲说 不要再去 不会再做这种事情 让我妈担心 母子俩感情好 多次合照 王大陆都会搞笑撅嘴 但王妈妈8月5号突然昏迷不醒 家人发现紧急送往国泰医院 医生研判是脑干肿瘤破裂 但情况不乐观 动手术后状况不佳 在9号凌晨宣告不治 享受65岁 根据了解 王大陆妈妈是家庭主妇 身体没有太大疾病 昏迷前也没有任何征兆 面对母亲突然逝世 王大陆则是透过经纪人低调回应 谢谢大家关心 请大家多给她一点时间 先把妈妈的后事给处理完 真的 这非常伤心的事情 那么妈妈在8月9号离开人事了 享受65岁 他们母子两个人感情有多好呢 她带着妈妈到米兰去玩啦 而且她说她带妈妈到米兰的夜店去撩帅哥 而且妈妈还说 哇 这么孝顺的儿子哪里去找 她自己也开玩笑说 还好我爸不知道 跟妈妈感情这么的好 所以这个突然之间亲人奏事 是非常可怕的 可是我们就想知道说 到底什么原因 怎么会这么凶险 昏倒之后 然后历经四天 人就走了 一般来讲如果说照报导讲的 脑干肿瘤出血 通常很少会在有出血之后没有症状 所以说一般来讲 有可能是我们大脑的动脑瘤破裂 通常动脑瘤是我们的大脑动脑的血管 它平常有 它一般我们正常的有三层的壁 它有弹性 所以说比如说是像高血压 或是长时间血压控制不好 有可能造成我们的动脑壁鼓起来 所以说在一个特殊的刺激或情况下 它就有可能会造成动脑瘤突然的破裂 在脑干的附近造成压迫出血 而猝死这样 脑动脑瘤它没有症状吗 像王大璐的妈妈也是没有症状 然后怎么会在血管当中 砰出一颗球 这个有时候是天生的 有时候是后天血压没有控制好 就像他常常讲 我们脑部里面 大家都知道脑部的东西 不管是长血流还是出血 它为什么会有症状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压迫 其实为什么你常常听到说 肚子里面长血管瘤 为什么常常不会有症状 或者肚子里面长肿瘤 为什么常常不会有症状 因为肚子很大 你里面肿瘤可以长到多少公分 它才会压迫到你的东西 要长很大 可是脑部一样 你有个头盖骨在那边 你只要里面出血 或是肿瘤慢慢变大 那个体积是固定的 它就直接又压到旁边的神经 被压到那个地方 马上就失去功能了 所以刚才张医师讲的 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你是脑干的肿瘤的话 如果你到 通常还有一定的大小肿瘤 才会比较会出血 很小的肿瘤也很少会出血 但是在我们的研判的时候 如果它之前都完全没有症状的话 它就实在不是很像是脑干的肿瘤 比较像是这种动脑瘤爆掉 因为这种它本来可以小小的 可是它可能因为一个血压波动 或是太新或是干嘛 它可能一爆开 当血一流出去的时候 那个就是体积 那个就会开始就会有症状了 所以我们将要带大家来了解两个 这是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脑部 怎么会长肿瘤 但是王大陆的妈妈 现在意识怀疑应该是脑洞脉瘤 这是另一个 也就是血管当中 因为血压过高的关系 让这个原本膨出来的 这个血管 膨出来这个地方就爆开了 而它几个小时之内可能就没命 对 这个真的很可怕 因为好像我们常常讲脑干 脑干是什么 你常常听到 你知道大脑 小脑 你都有听过 那你听过什么叫做脑干吗 这个我们用这个 还稍微试一下 假设这个是我们的大脑 这一根竹签 接到这个共玩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脑干 实际上脑干是三个地方合在一起的 是中脑 巧脑跟眼脑 三个合在一起 我们就叫做脑干 它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都知道人有12对的脑神经 秀氏 动华 三外眼 听神明父神是12对 只有第一对跟第二对 是从上面发出来的 第三对到第12对 通通都是从脑干发出来的 所以知道它管了多少东西 而且我们的呼吸 心跳 血压 通通都是脑干管的 所以大家想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这个地方出血 一压到 你的呼吸 心跳 血压马上就受影响 所以它可以瞬间暴毙了 而且这种病人就算你救回来 它也不大可能 通常那个预后也都很差 而且要看我们大脑要联络到 我们底下就要支配 你四肢的肌肉跟神经 它也是要经过这个脑干 神经炎它这样下来 所以当你脑干受伤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这样 大脑的命令也传不下去 下面的感觉也传不上来 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 什么Lock in形状 对 潜水艇跟蝴蝶 作者就是脑干中风 十几年之后醒过来之后 它发现它只有眼瞼可以动而已 它大脑的皮质功能是好的 可是完全下不去 就变成全身瘫痪 所以脑干非常重要 它本身就掌管了 第三队到第四队脑神经 又掌管你的呼吸 心跳 血压 又掌管了大脑下去所有的讯号 又掌管了底下上来所有的讯号 通通要经过它 所以它一旦受伤 当然非常有可能会暴毙 而且如果说产生问题的话 这跟年龄无关 我们看到好年轻 对 其实我们知道2016年的时候 王婷又一个很有名的模特 他发生在家里头突然间昏倒 然后家人送医的时候三天 大家还帮他急气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 他还帮他急气 因为他很突然 而且他才多少岁 他还41岁 那么年轻 后来两天之后也就离开了 后来也台大医生判定说 他也就是脑洞漫流破裂 另外就是一个 我们大家都看过 《流言终结者》这个影集 我很喜欢看 比如说他会演说 放屁真的会让气体燃烧吗 他就会做这样的试验给大家看 对 类似这样的 这个做常常的来宾叫格兰金元 然后他今年也是突然间 脑洞漫流破裂 然后也就走 49岁而已 49岁 大家都觉得 因为大家认识他是流言终结者 还有就是做尤达 就是那个星际大神 那个尤达的娃娃的人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科技男 是个宅男 是一个创作者 他什么 就是感觉上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结果后来都是几天 而且这个隔兰金元也很快就走掉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王婷佑小姐也是 非常快 就像王大陆的妈妈一样 四天离开人世 这边请教一下张医师 如果是脑洞脉瘤破裂 他的致死率到底有多高 因为大家常说他是不定时炸弹 对 通常脑洞脉瘤最可怕就是 他之前没有症状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他如果说破裂的话 我们的经验 大概在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大概30多percent的患者 在到院前就已经重度昏迷 对 所以说一般人在 因为现在的医疗的进步 一般维持两三天 甚至到一个礼拜左右 通常大概就会往生 所以说动脉瘤的破裂很危险 致死率也很高 你说三分之一到院之前就已经 重度昏迷 重度昏迷 然后甚至两三天到一个礼拜 可能就会离开人世 好 脑动脉瘤其实它 影响它最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 血压 血压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血管的畸形 血管就是有些变化 它可能变得比较薄 就是刚刚张医师说的 就是血管可能有三层 就是说它可能只有两层 或是有两层或三层变化 就比较脆弱 如果血压就是意思说这个正常 如果血压一几 来 我们来就是血压升高 现在血压升高 升高的时候就这样子 直接爆掉 爆掉是就是脑筋的 就是刚刚张医师讲的容量一样 但就是会遇到那边 然后压到旁边的神经 就是甚至昏迷这样子 那以血压来讲 像现在天气热 尤其外面这么热 我们一进到冷气房 至少是25度左右吧 可能温差差个十几度 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会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 就是说脑中风也好 就是说心肌梗塞也好 冬天会发生的状况是 因为天气的变动 所以有时就是说你户外 跟户冷 户热血压会比较容易升高 甚至有时缺水也会血压升高 因为大家大量流汗 没有及时补水的话 对 然后天气变化是 户冷 户热是人脾气会变比较暴躁 人躁的时候情绪一来就爆 血管就裂开了 还有哪一些原因也可能造成血压 这种大波动 对 像这种血压的波动 我们刚才洛杉磯医师讲的那个 就是我们鼓出来这种动脉瘤 它的臂一定是比较薄 另外它的弹性一定没有像正常血管那么好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要血压 一定飙多高 有时候是血压的突然变动 比如说你不是说飙到200 才会血压爆 你有时候可能 你本来平常血压很好110 你可能一个原因突然变成60 70 突然爆回来120 130 它血管这样子胀缩 它可能就爆炸了 所以他想说冷热的温 冷热的变化 就会 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夏天也爆血管 没有为什么 就是在外面很热 进去冷气一吹 就好像凯雲讲的 突然降个八九度 它血压一缩 它可能就爆掉 其他时候血压它可能也没多高 只是血管乱变而已 另外就是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 肚子很用力 当你负压一升高的时候 你就可能会爆血管 这让我想到上厕所太用力 不能男生练身体 所以我们他想说真的 人真的不要便秘 如果你坐在那边 坐个十指几分钟 二十分钟 你搭不出来你就要认命 就赶快要做一些其他事情 你不要在那边刻意的用力 这个病人真的很可怜 他病人那个太太 送到我们精神时候 他全身就是昏迷的 他昏迷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一坐电脑断层的时候 就发现他两个地方出血 一个是大脑 是抓撞到的地方 另外一个是在后面脑干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不晓 那时候觉得很怪 我们就问他太太是怎么回事 他太太就说 他那时候因为他前身进去 里面上厕所 上了半个钟头的时候 他们没有管他 因为很多人喜欢在里面 滑手机干嘛 顶半个钟头干 不觉得怎么样 他是听到里面突然蹦很大声 倒了 对 倒了 他才冲进去看 才发现他前身整个人就这样子 胎在那边 那时候一看就两个出血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研判 他应该是不晓得为什么 在里面可能就是 不晓得我们负压身高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血管就爆开了 爆开之后他人昏迷掉 才往前倒 前面这个出血是撞击出来的 所以两个地方出血 那个病人只撑了两个礼拜 天啊 就完全没有回来 所以包括上厕所 太阳也会让血压伏高 对 虽然说任何像 有很多人在练那个举重 你也是要量力而为 你只要让身体突然间 出力很大的动作 你就要小心 那时候血压都会沉害 你看很多人在举重 举到满脸通红 那就是脑冲血的样子 如果这些人脑部有一些 像那种可怕的脑冲环流 那就非常有可能会爆裂了 还有哪一些生活上 血压会忽高忽低产生的状况 通常我们在这个 急诊遇到的病人 大部分家族会陈述说 比如说他这个很容易生气 常常讲话就脸红脖子出 这种通常就可能会 动脉瘤破掉 另外一个 就影响血压忽高忽低的 就是我们体内的肾上腺素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说偶尔会听到 像电视的报导 在像比如说汽车旅馆 突然一下一个通报说 有这个突然死亡的患者 有可能是马上风的这种转发 就是太激烈了就对了 好 所以我们现代人压力 都这么大的情况之上 我们怎么样让 有时候觉得头都紧了起来 那也是一个身体的警讯 怎么样让我们这边舒缓一下 我们请洛桑医师来教我们 尤其夏天这么热 我们就会想说来刮刮痧吧 如果以头部来讲的话 到底有什么要诀 而且我们大家知道洛桑医师是脏衣 西藏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 怎么样让我们的头部舒缓一下 对 就是我们在讲 就是说刮痧的时候 我们西藏人讲就是说病气 所以今天要提一下 就是说比方说江医师身上有些病气 或是他手上的东西一定要拿下来 不能他的病气传到我身上 但就是说执行者也不能把病气 跟有些晦气什么都要传到对方去 那可不可以自己帮自己啊 对 所以通常我们做完的时候 自己要喝温开水 那个是别人帮你的时候 对 自己双方都要 如果你戴着一些手镯的话 通常我用清水把它洗干净 回家一定要清干净 所以比方说你戴着夏年 一定要清水之后 比方说有些 看起来今天回去要清很久 对 女生 你这么多条 我有一条 女生戴着手镯也要清一下 所以通常我们在头部做的时候 进化最好的方法是 我是用精油 跟先比方说给客人先闻一下 这样子 你要再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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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闻一下 这是什么 然后再滴 是一个很好的配方的精油 放松的方法 这个叫做滴 真的有不合吧 我有五个元素 这是混合的 就是最好 最放松的 里面有白莲花 但是一定要磨开 磨开以后深深的就吸一下 这样子 如果关键没有在家里头 也有舒缓的精油也可以 如果你刮山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送 这样子 就是最容易放松 肌肉不会那么硬 所以不然你硬要刮就很不合 好 对 所以通常特殊 而且你今天教的方法 其实是可以帮别人 也可以帮自己 对 帮自己 自己这样子 然后就是说通掌头的部分 上次我教了一招是这样子 很帅气的梳头 然后我在家里的话 有时候会用梳头发的方法 就是用这个地方 就是不要梳到中间 中间 不要经过百慧穴 就是膀胱穴这个地方 膀胱穴的两侧 膀胱穴这样子 一直就是每个人都自己这样子 在家里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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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梳久了以后 可以预防凸痛 就是一直用梳子 对 而且或者让我们脑神经 比较放松 对 然后另外又是刮沙堡 我也会用这样子 就是眼睛这个地方 就是比方说这个地方 这样子梳 好 广告之后来看 到底在眼睛的部分怎么弄 还有如果头痛 看不清走不稳 也可能是有状况吗 马上回来 夏天大家晒了太阳之后 头晕目眩再回到冷气房 或者是压力太大 其实这个时候很容易 头部紧绷 就怕产生很多的健康问题 所以今天脏衣落上医师 教我们的方法 如果你家里头有舒缓精油 先在手上磨一磨 然后闻一下之后 接着所谓头部的刮沙 找了木梳子 如果最好是从这边 就是眼睛下面 这样子慢慢梳过来 这样子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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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到这里 要梳到脖子这里 就是那个风子穴这边 很重要 梳通气穴的概念 然后也是一样 这边慢慢梳下来 那一般这样要梳几次 大概我梳是就是二十几次 一边 一边二十几次 对 慢慢梳 然后有时在家里 看电视的时候慢慢梳 其实蛮舒服的 对 会慢慢梳 让我带回去看电视 对 这样子梳 就是两边不要梳中间 这样子慢慢梳 两边是膀胱筋把它给梳脱 然后有时你脖子很紧的时候 在脖子这边多梳一下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眼睛的部分 因为有时我头颈部 用眼过度 眼睛会很酸 所以通常我就是眼睛刮的地方 是从这边 这个地方这样子刮 这个真的要起别人了吗 有时这样晶云穴这边这样子按一下 那我想问洛桑医师 其实很多医师叫我们用自己的纸截 对 有时力道不够 对 像我这样子弄可以吗 是可以可以 就是用指纹弄 但就是有一个木板的话 就是比方说张一点油 会很舒服这样子慢慢慢慢松开 就是眉毛的上缘 眉毛的上面这边通 好 这样通 然后这个尖尖的地方 通常我们会这个太阳穴这边 就是这样子松开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会很紧 这样子 很需要 这样子往后自己自己 这样子 现在大家都压力大 对 或是有家里有老婆或是老公的话 去互相帮忙一下 这样子慢慢松开松开 OK 就是往后 一定是往后疏通 不能往前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子 然后力道可以慢慢加重 刚开始不要力道太强 太强的会受伤 然后慢慢松开了以后 就会比较按到深层的地方这样子 甚至就是说 如果有额头有些皱纹的话 慢慢这样 还可以美人 这样子慢慢弄的时候 真的皱纹慢慢 因为它会刺激胶原蛋白 所以你也不用去打玻尿霜这样子 教医师已经赚到了 每天习惯了就是 妈妈周围也不见了 OK 好 我们今天教她放松脑神经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提到了上王大陆的妈妈 她是因为脑动脉瘤破裂 然后突然之间就这样离开人世 但不管怎么样 其实每个人是很需要注重自己 包括脑部的放松 脑动脉瘤的高危险群 居然女生40到60岁左右 而且第一个 长头痛 对 一般来讲 动脉瘤它在没有破裂的时候 都没有症状 所以说 所以说一般我们会希望说 在这几个族群的患者 能有一些 做一些比较高阶的健康检查 如果说像动脉瘤它不是一破掉 就大量出血 因为我们自己身体有凝极的功能 所以说有的患者他的头痛 一般他来形容是说 像爆裂式的这种头痛 把这个头打开的这种头痛 所以说它是一下脑压很高 所以说你有这种状况 没有说追溯到有其他的原因的话 你可能就要广快就医 另外一个还很重要的就是说 动脉瘤它长的位置 如果说是像在我们的后交通动脉 它会有产生第三对颅神经 这个麻痹的这个状况 第三对它的特色就是说 瞳孔会放大 眼皮张不开 这跟脑干第七对不一样 第七对眼睛是闭不起来 所以说有一些很特殊的 神经学的症状可以跟我们 所以这是因为它长在第三对那里 才会出现 如果没有长在那里 还不会知道原因 所以有时候就是 你要随时注意人的五官的变化 我们常常起来都会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的脸部 你会爱化妆或是稍微保养一下 可是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两边的眼皮 今天到底有没有一样高 你两边的笑容 今天有没有一样的对称 这个如果不对称 都有可能是一些脑神经 中风的一些症状 其实脑神经它能够表现出来的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你在五官上 要运气好 像刚才张医师讲的 你要刚刚好就是卡到那一条 你才会有这些表征 如果说人家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还不去注意 那你就是自己找麻烦 之前我们有个骨科的病人 五十几岁 他是来追踪他的患的关节而已 他进来是好在他的主治医 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因为他的主治医师有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病人一直都没有挂得很多 所以他都跟人家聊很久 那个病人就进来就跟他聊 聊一聊之后 跟他讲也没有怎么样 跟他对答其实还好 可是他就觉得说 因为他是早上的诊 他早上又蛮早来的 他本来以为这个病人是没睡 他说你今天没睡觉 他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讲 他说我就觉得两边眼皮差很多吗 他说有 病人自己还不觉得 你们自己看镜子 只有一半而已 一边真的只有一半 可是那个病人只觉得 好像垂垂的而已 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一般人你觉得眼皮垂垂 你会觉得你生病吗 你也不会觉得 你可能搞不好觉得说下午就回来了 可是那个组织医师就还蛮坚持的说 沒關係 旁边就是那个神经内科 不然你让你看一下 看你的眼皮到底有什么问题 结果一照出来 那个神经内科医师帮他做很多理学检查 真的觉得他怪怪的 还马上就去帮他拍了电脑断层 他真的是小中风 但我想说大家都知道 小中风如果不好好处理的话 他之后转变成大中风的机会变很高 所以他开始控制他的三高 因为他本来还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他真的是一个小中风 好像因为那个组织师有看到他眼眼下垂垂 他知道说你真的开始中风了 还好早上去找医师聊天 还救回了自己 好 我们刚刚提到说脑动脉瘤 像大脑的不定时炸弹一样 像一颗气球 然后它里头都是你的血 如果爆的话 这个三分之一到医院之前 已经重度昏迷了 有这三种情况的人 一定要去做高阶的检查 到底要做什么检查 一般来讲我们诊断动脉瘤的黄金标准 叫做血管射影 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个 我们的电脑断层高阶 它其实就可以透过比较 没有那么侵入性的方式来做检查确诊 所以是高阶电脑断层就对了 针对血管的电脑断层 OK 好 我们的脑部真的是非常精密 尤其我们常提到 我们的生命中枢 到底这指的是哪里 大脑的哪里 脑干的意思 就是意思说 刚刚江医师说的 就是从上面要下密力 要通过这个地方 从下面给讯息到上面 都是要通过对方 所以我们叫12对神经 自律神经的部分 吃喝拉撒 睡觉 呼吸心跳 全部都是要通过这个的指令 就是叫做coordinator 如果这边出了问题 你就上面下达的命令下不去 下面要传达讯息的上不去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胖死刑的时候 比方说脑死的概念 就是脑干的死亡 这是它的刺激 好 我们的大脑太精密了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比较突发性的脑动脉瘤 是急性的 但如果是慢慢发生 我们在大脑里面 如果长了不好的东西 这也是大家很担心 尤其第一个是头痛 这可以想见 因为它压到了 第二个 走路上不稳 甚至也会出现平衡的问题 对 当然 因为那个 当你那个 我刚才讲 脑部就是一个这么惊险的 如果今天这个东西 刚好长在你的小脑 小脑本来是刮我们的一些 动作的地方 所以这个脑瘤不小心长在 压到那个小脑的部分 你本来就会走路 会一直晃来晃去的问题 但是凯云 你刚才讲那个头痛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因为现在的人 偏头痛人实在太多了 头痛人太多了 其实是稍微可以分辨 你这个头痛 到底是一般的偏头痛 还是有可能是脑瘤作祟的 如果你这个头痛 常常在半夜突然痛 或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特别痛的话 你就要小心 这有可能是脑瘤造成的 因为像一般的偏头痛 你睡一觉休息一下的时候 它通常是会变好的 可是脑瘤这个东西 你想想看 为什么会这样就知道吗 我们脑瘤会头痛的时候 跟你的脑压升高是有关系的 你什么时候会脑压升高 就是平躺的时候 所以你睡觉睡到一半 然后平躺到一半的时候 脑压开始高起来了 你会头痛 那是可能脑部里面有东西 睡起来的时候 是睡脑压最高的时候 因为已经平躺一整天了 所以你的头痛 你自己要去观察一下 有没有常常在半夜 星辰痛 睡起来常常会比较好的 其实这大部分跟脑瘤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对 张医师这两个 这两个警讯 像一般我们的脑瘤 就是说看它长的位置 我们拿这个头骨的模型 如果说它这样 长在我们靠近视觉的 视神经的附近的话 压到视神经就会产生视力视野的变化 那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会遇到这个患者以为它是这个精神 就是视觉失调症 其实它长在额叶 额叶我们的肿瘤很容易有可能会被误诊 那它是会看到一些 大家没有看到的东西吗 一般视觉失调跟脑瘤 它有点区别就是视幻觉跟听幻觉 如果说就简单的来讲 如果说你听到有人常常讲你坏话的这种 这种通常可能是有可能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如果说是看到一些有的没有的 这有可能是脑瘤造成的 OK 好 那个性改变 你遇过的病人有怎么样的大改变 通常比如说像他之前是一个 比较内向的患者 他可能因为这些问题造成他 整个变得很积极这样 我们之前有遇过一个 因为我们额叶他管情绪 跟我们的人的一些性格 所以说他有可能从很安 文静变得很活泼这样 所以说这个都有可能 好 还有一个研究也让现在的高知识分子 觉得有点紧张 这是2016年英国的每日邮报 他们研究的 他发现什么 他说高学历的人比较容易罹患脑瘤吗 好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 当然这个有没有关联性不知道 但是这两位是有脑瘤的 陈立宏大家也很熟悉 名嘴立宏哥当时节目上好多次遇到他 2014年开始他陆续好几次发生车祸 一开始以为是视力有问题 视力检查没有状况 可是他就是觉得怎么会看不清楚 怎么会发生车祸 也没有符合我们刚刚讲到脑瘤的部分 那么2015年确诊为脑瘤 在2017年就离开了 另外大师李敖 他是台大历史系的 那么2015年因为步态不稳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走路走不稳 然后他到容肿去就医 诊断为肿瘤 那并发到去世是两年半的时间 高学历跟脑瘤有关是吗 我想现场人都很坚重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医学界 对一种疾病一定会去探导 它所谓的危险因子 我们就想知道为什么 有些人会容易得到脑瘤 但是脑瘤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去研究 因为它的发生率其实并不高 并不像我们乳癌或是大肠癌一样 我们发现很高 所以慢慢去统计 就可以统计出来一些危险因子 还蛮确定的 可是像脑瘤这个统计 就还蛮有趣的 它是英国伦敦大学做的 它统计了430万人 他把男生跟女生 他们发现如果男生跟女生 如果他们是大学毕业的男性或女性 他得到脑瘤的几率 以男性而言 就是大学没毕业的男性多了19% 女生甚至多了23% 而且他不只讲学历 他要讲收入 男生高阶主管收入高的 比较容易得脑瘤 那是他们统计的试识 佳医师你要小心 真的假的 好在我收入还没有非常高 没有 但是其实 后来我还是这样讲 你不要为自己的不用工找借口 他们还是有做了一些研究 只有差了 比如说一个是有高学历的人 他们得到脑瘤的几率是3万分之6 可是低学历是3万分之5 你懂我意思吗 其实差一点点而已 可是在我们统计学计算起来 看起来是有意义的 可是在我们临统计上看起来 我们觉得这好像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另外高学历的人 他们比较会有警讯 当你不舒服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去看病的机率会比较高 所以有可能会被抓到 所以在我们看起来 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医学 有说你多读书 会造成你脑部负担太重 然后造成就容易癌变 现在还是没有这种讲法 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多读书 对 多读书也要懂得放松的方法 关我回来告诉大家 还有什么可以放松的方法 另外小症状大警讯 既然这脑瘤平均存活 大约只有15个月 这也相当惊人 马上回来 光是想到大脑里头不定时炸弹 就让人觉得好担心 随时有什么状况 好像会要了命一样 一开始提到的 王大陆妈妈可能的脑洞脉瘤 破裂的话不得了 而另一种是脑瘤 慢慢慢慢的在影响你的生活 而在我们现场 嘉丽姐的先生万达大哥 就历经了脑部长肿瘤 对 在107年的时候 那在 我自己也是 从来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刚刚其实讲到大脑 我都觉得太让我震惊了 那其实在107年 6 7月我们还到荷兰比利时 去听了一场演唱会回来 那其实他那时候都 整个都很好 也没什么异状 然后他是报社的高阶主管 就执行副总 所以他每天也是日理万机 他又在三所大学教书 然后又是个助理教授 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忙碌的环境底下 他回来就从 那时候从6 7月 从荷兰比利时 我们回来之后 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觉得他比较累 好像年纪大了 时差没有调过来 那我就觉得说 你当然累 你这么多工作 那当然之前我有要求说 你要不能选择在报社 或者选择在学校 不要两个都做 那可是他是喜欢 他喜欢去教孩子的人 那他也喜欢挑战的人 那所以也劝不下来 然后到了大概差不多10 就是同一年的 因为我们本来10月12号 要去土耳其玩 然后但是他在8月底的时候 开始犯中风 那因为他一直以来 都有高尿酸的问题 他们家族时都有高尿酸的问题 然后他先 那时候先 痛风发作 右脚先痛风发作 那在大拇指的指节外圆 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第一次痛风发作 大概都是这个位置 那后来 那是他第一次痛风发作 对 他尿酸很长的时间了 然后我有跟他讲说 你要不要去开始吃 酱尿酸的药 可是你知道男生 有时候很难劝 他觉得没有症状 就还是在那个临界值 就是高一点 然后他就觉得没关系 然后后来他就犯痛风 然后就带他去看医生 那就吃了这个 先吃秋水腺素 然后把这个疼痛降下来 后来才停了秋水腺药 吃酱尿酸的药之后 这边又来 然后想说怎么这么奇怪 怎么两边来 然后后来台大有一个医生 跟我讲说 这个第一次发作的人 要吃半年的秋水腺素 因为他会有副作用 他会拉肚子 所以他就改吃肋骨醇来取代 然后后来这边好了之后 这边又来 然后一直反复反复 就又反复 第三次的时候 就开始走路有点不稳 不稳了 我们刚刚提到这边走路 走路不稳 对 可是因为他整个 其他的状况都很好 所以每一个人都以为 他就是痛风太痛了 所以脚会走路有点 不太不稳 后来他在9月底的时候 报社的人才告诉我说 霍华达大哥有在 报社有跌倒过 但我那时候不知道 等到我知道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9月底 然后我就想说不对 我问他说你怎么会跌倒 他就说他有点头晕 然后我想说是不是眩晕的关系 因为我在国防医学教书 我就到了这个急诊 从急诊区去做检查 就照了CT一看 里面长流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 我真的吓呆了 因为虽然我觉得不太对 可是我没有想到是这么不对 然后那时候 我当然就是很晴天霹雳 后来到最后要确定 它是什么流 因为其实MRI造出来 它里面已经有6颗小小的流了 有点散出去了 对 已经散出去了 所以我拿片子到台大医院去 还有北荣 台大医生跟我讲说 这个不能全部摘除 在他们外科来看 是一个不成功的手术 所以他也叫我说 大概是3到6个月的寿命 有点霹雳 你们到处去玩的 对 我听完之后 我根本不能接受 我完全不能接受 我就 我只能 那时候在医生面前嚎啕大哭 我说我不能接受 然后后来 我就开始去找其他的疗法 当然就是免疫疗法也把它纳进来 所以刚好9月通过免疫疗法 可以在医院施打 所以我找的免疫医生 其实跟立宏大哥一样的医生 那时候我就信心满满说 立宏大哥曾经好过 我只要我先生好了 他不要再有压力 把工作辞掉 我们还可以快快乐乐在一起死 10到20个年头 而且我也在他床前许愿 我说因为他曾经许愿给他妈妈说 要折承给他妈妈10年 我想说 我婆婆85岁生病 95岁过世 我说这招有用我也来做 所以你也讲了一样的话 我也讲一样的话 然后我就得乳癌 然后我就觉得 那也就是我先生能够再跟我一起10年 这次抗战一定会成功 所以你想说医生讲了3到6个月 不可能 他还有10年 一定至少10年 至少我们还可以在一起10年 后来做完颅内减压手术 我其实把很多的希望 是放在免疫疗法上面 还有化疗上面 那化疗有一些的新的药 比如说口服的蒂蒙多这些 它可以让脑癌 就是GBM的病人可以 很好的控制 或者是跟他和平共处也好 那这个可是一直到了 到差不多3月 过90年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他眼睛看不太到 已经造成视力上面的位置了 对 视力模糊了 然后也就是说 化疗的药物没有控制住 它有蔓延出去了 我那时候其实很沮丧 但我还是认为它会好 因为我觉得我在 我要努力 然后包括找很多保健食品 然后到了差不多这个 它整个过程 到了端午节的时候 他跟我讲一件事情 然后我也很尊重他 他很欲言又止的跟我讲 他知道我在努力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我不想再打针吃药 他觉得这些对他来说 太辛苦 太辛苦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冷静的 跟他讨论这件事情 我跟他想说 好 那如果你不再打针吃药 那万一你睡着了 觉不醒 你要不要擦鼻尾管 他说他不要擦鼻尾管 端午节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他就跟我讲说 他之后不要再打针吃药 于是我就改别的方式 我全部都给营养素 比如说一些保健品 还有再加上 那时候免疫做的癌症疫苗 还没打完 我说这些 这些可不可以打 他说可以 他愿意打这些癌症疫苗 但是他不要再吃化疗的药 因为化疗药让他非常不舒服 我觉得到了10月 11月的时候 他开始比较虚弱 因为他那时候吃东西吞咽比较困难 我就开始让他吃流脂的营养品了 然后可是他到 其实他到过世前两个礼拜 他依然能够跟我摇头点头 然后有几度医生说 要不要插鼻尾管了 我就说我不要 我要尊重他 因为讨论过了 对 我讨论过了 我对他非常的尊重 因为他是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个大长官 所以我对他 他是一个很豁达很睿智的人 刚开始有人在找我 来聊万达大哥的时候 我会抗拒 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忘记他 我才不会那么痛 我想问一下张医师 所以如果长脑瘤的话 我们说平均15个月 主要脑瘤跟我们其他身体的 癌症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 一般比如说我们的肺癌 大长癌 它可以手术会有一个安全 margin 就是确保说它的这个肿瘤周围 就是多切一点就对了 大脑不一样 大脑你多切一点就 不得了 尤其是我们的优势大脑 比如说左大脑 它关我们的语言认知 我们一般不希望说 手术完之后患者醒不过来 或是没办法讲话 所以说它只能沿着 这个脑瘤的周围切下来 那有些患者的这个基因的问题 比如说它的肿瘤没有甲基化 所以说对化药就效果不好 所以真的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大脑 好好来爱它 也有一些健脑食物 今天带来一道好料理 今天请到阿佑 这道健脑料理叫什么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酪梨鲜虾坚果拌饭 我听到了很多好食材 酪梨 坚果 然后虾子的蛋白质也不错 怎么做呢 我们今天的话有 主要几种食材 今天有酪梨 还有就是用杏仁 还有核桃做成的坚果碎 然后另外还有富含水分的 火龙果跟番茄 做成的沙沙酱 然后最后会铺在坚果饭上面 然后就是其实这道还蛮适合 大家在夏天全家大小也是 好 首先酪梨 我们切完之后 切成丁之后 为了防止它氧化 我们会加一点点的柠檬汁 对 加一点点柠檬汁 然后防止氧化 就淋上去就好了 淋上去 然后大概稍微拌一拌就可以了 好 好 我们再加一点点黑胡椒 一点点黑胡椒 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 OK 我也想问一下洛桑医师 你有特别提到酪梨 在建脑方面还蛮好的 对 所以我们在讲 就是国外在讲 这个是哈佛医学院整理出来的 叫做Super Brain Food 就是超级脑部保养的食物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讲 就是抗氧化食物 因为酪梨的那个 就是油脂蛋白很高 然后油脂也很好 所以通常就是我打果汁也好 料理也好 酪梨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特别是如果你吃很多水果的时候 我们在中医讲的 很寒的时候可以加酪梨或坚果 它综合掉就不会那么寒 然后另外就是抗氧化食物 蓝莓 Beris 叫蓝莓也好 就是草莓 莓类的东西都非常好 那个黑巧克力 芹菜 黑巧克力如果要吃的话 一定要是纯度最高的 如果纯度不高 你又糖分很高的话 反而会对脑部是伤害的 因为甜的东西对脑部也是会伤害 另外一个就是脑部水分也好 现在季节性的就是火龙果或西瓜 水蜜桃 番茄 当季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水果 所以这几天我都常常吃 水蜜桃跟西瓜 我们现在在拌的正是这个 火龙果跟番茄拌在一块 然后加了一点柠檬 还有点紫洋葱 我们加一点一小撮海盐 一小撮胡椒 如果喜欢吃辣的人的话 你可以加一点辣椒进去 也可以 因为通常传统的沙沙酱会有一点辣味 我们这个就是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或是不吃辣的人 这个就很满适合 酸酸甜甜的 好 我们可以开火开始来煎虾子了 我们虾子的话 我们就是稍微用一点点的盐巴胡椒 也要腌是不是 一点点就好了 给它一点点咸味就好了 对 然后加一点点胡椒 然后柠檬汁 然后帮助它就是 鲜味可以给你提出来一点点 对 然后再一点点橄榄油 这样腌要腌多久 其实通常如果在家里的话 你时间允许的话 就是差15分钟就可以 我们现在节目示范的话 我们就稍微抓一下 稍微抓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锅子的话 就不用再下油了 现在虾子要下去锅里面 把它煎熟 当然我们也用到了一些坚果类 这也是健脑食物 对 就是坚果像核桃腰果杏仁 就是一般脑部的发育 或是任何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常常中医讲 比方说虾也好 这种很多水果像西瓜 都是非常寒的 只要把坚果加进去 这样综合掉 所以不会太寒 特别是去比方说 冬天你吃沙拉的时候 加一点坚果 加一点油脂的东西 吃起来不会那么冷冷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打蔬果汁 也都会加点坚果 一定要有好油脂感 不然越寒 就是特别女生生离期也好 很多手脚冰淋 就会更容易寒 所以用食物的方法 把调理的方法 把综合掉的概念 好 今天这个虾子有什么秘诀吗 今天的虾子 我们就其实锅子大概中火 我们开中火 然后把它煎熟就可以了 OK 它大概差不多一 因为虾子其实也很快熟 那我们差不多煎一面 差不多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好 我们搞完之后来看 到底这一道要怎么做 这个白饭怎么跟这美味的料理 搭在一块呢 马上回来 香气煎得好香 我们现在白饭也拌上了坚果碎 然后你加了橄榄油 我加了一点橄榄油 然后让它润滑一点 还有加一点海盐 一点点的 然后让它有点味道 我们就先把白饭 铺到盘子上面来 如果大家在吃美食的时候 可以享受那个味道 真的是太棒了 但最怕就是 如果常常咬到舌头 张医师你说这种情况要注意 对 像这个我们刚刚提到 脑干附近的肿瘤 像如果说它影响到 我们的12对神经 它的这个 左右两边更有一对 所以它舌头就会偏斜一边 如果说单纯是只有12对神经 受影响的话 它其实临床上它没有 就是它平常是日常生活不绝的 但是因为舌头会偏斜 所以它很容易会咬到自己的舌头 所以有这种状况也要很小心 好 这也是提醒大家 如果说脑部有肿瘤 常咬到舌头 或许也是生活当中 可以注意的一个点 我们这边 这个调味有一个 这个豆腐饭有一个调味的亮点 是我们加一点点山葵酱油进来 山葵酱油 还有醋是不是 还有点味淋 味淋 OK 这个我们把它淋上去 这个因为酪梨 就是酪梨其实跟山葵还有酱油 是味道是非常非常搭的 大家再加的话 如果说其实单吃酪梨的话 也可以沾这样的一个调味酱 对 我们把它稍微淋上来 你说酪梨跟山葵很搭 所以上次我们王明雍老师就说 他就把酪梨切片像 生意片 你这样子沾酱油跟芥末来吃 我当时还觉得好奇怪 吃起来其实味道 其实我觉得蛮搭的 好 那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可以开始组装了 那我们先在这边铺上一点 沙沙酱 它在里头有很多抗氧化元素 像佳莉姐 那时候照顾万达大哥 饮食上你怎么特别帮他注意 对 在这一年两个月 我那时候开始想到说 这个坚果类对大脑好 那抗氧化剂一定不能少 所以我的保健品里头 有抗氧化剂 而且是超级抗氧化剂的保健品 然后再来就是益生菌 因为我觉得它肠道也要好 而且是有发展到抗癌益生菌 我中间也希望说 它能够舒服一点 因为它压迫的是它的下肢 所以它不太能够下床 那它卧床的期间 所以我就找按摩师来帮它按摩 了解 所以其实做很多的照护 食物 饮食上 生活上等等 好 我们现在又把虾子排成一圈 其实就颜色上来看是非常漂亮 红色 绿色 然后白色等等 还有虾子的粉红色 橘红色 有点像剉冰 真的 被你这样一讲 有点像剉冰 夏天吃起来 这看起来就是很清爽 好 我们这边差不多 组装好之后 我们就是把三葵酱油 最后我们刚刚已经淋上去一点点 我们再补上一点点就可以了 酪梨坚果拌饭 看起来像刹饼的完成了 这道酪梨鲜虾坚果拌饭 有保护微血管的酪梨 富含水分的火龙果番茄 以及富含Omega369的坚果拌饭 口感丰富清爽不腻 是一道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吃的 夏日饱足料理 吃健老食物之外 洛桑医师还要教我们放松瑜伽 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跟着做好了 对 叫做头颈部放松瑜伽 印度常常讲说 放松的方法 然后第一个 你看站姿很重要 就是脚就是肩颈同宽 然后脚尖是往直的 不能外八 也不能内 这样挑不过来 然后手是一定要这样子 然后抚着腰 然后肩就是一定要外扩 就把胸部打开 肩胶部夹紧的 那个叫做金刚站姿 金刚站姿 你只要这样子扩胸 站着就是头往前 这样整个人放松 其实站个半个小时 你就会整个的颈椎腰椎胸椎 都调回来 真的啊 真的你眼睛闭着站起来 然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往前 头部往前 往后 往后仰 往前 这样做个12下 然后往左边看 往右边看 往左边看 往右边看 然后往左边弯 但就是说你一定要站稳 身体不能动 往右边 往左边 最后旋转 旋转 顺时钟 逆时钟 顺时钟 逆时钟 每个动作做个12下 整个人会放松 特别是睡前做的话 整个晚上很容易进入深層睡眠 太好了 又饮食又有放松的运动 让大家更健康了 健康2.0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van